看这个男人,会有力气批杆植物 有没有想起我们儿时祸害路偏野草的及时感 但这不是追忆童年 而是要以此来决定1万美元的归属 欢迎来到美国最大型的真人比赛 断刀大赛第一集第七集 大家好,我是安哥 三赛选手要根据裁判给出的题目 打造出像样的武器 然后完成各式各样的考核 冠军可以获得1万美金的奖励 大帅老白乐哥稳坐评委席迎接选手登场 卢道卡特亚当马可 依次走进断工坊 竞赛共有三回合 每回合通过测试淘汰一人 最终留在赛场上的就是能带走1万美金的冠军 选手面前的铁针上放着一颗高碳各钢轴成滚珠 挑战的是将滚珠变成完整的武器 刀身9-13英寸 不含刀饼 总长度不超过22英寸 刀锋下方必须有凹面的研磨形式 10分钟设计,3小时锻造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卢道决定锻造一把克尔克开山刀 安哥更习惯叫他尼泊尔军刀 亚当想制作一把匕首 尽量简化能确保功能性即可 马克很在行猎刀和露营刀 两相结合便是他本次的作品 卡特比较注重外观 所以要做出一把美丽性感的波斯弯刀 有了这个想法即刻开始锻造环节 对2英寸半的滚珠熔炼并塑形是件难事 首要问题就是该如何固定 卢道将其两面磨平一遍使用夹钳 结果应用力夹钳断了 这在锻刀大赛还是头一遭 看来他运气也不算太好 马克的做法很有意思 他做了专用支架 加热过后要上冲创 高热散发后原料变硬又得重新回锻造炉 来回奔波是件骨柴事 最重要的是注意安全 这一点卡特做的就貌似不太到位 他手中的钢块温度在锻造炉没待太久 但帅有些担心会因此影响用度 本次比赛大家都严谨地检查了尺寸 这让评委们很失欣慰 这才是应有的工匠精神嘛 鲁道的刀身韧形已经开始成形 他要确保能维持刀锋的厚度一致 老白唯一担心的就是刀身太薄 没办法进行凹膜 凹膜通常从刀身最厚处入手 在两侧研磨出凹面曲线 能让刀更加锋利的同时 仍有厚实刀背支撑 马克的刀刃在这一环节出现了硬力破裂 解释一下 苏健在特定温度下 经受一定时间的恒定复合作用 而突然完全破裂的现象称为硬力破裂 他决定裂纹部分磨掉再继续研磨 其他人都开始研磨时 亚当还在锻造 这让他压力倍增 甚至几次将原料都在地上 让他更加泄气的是 尺寸还超长了 做出刀尖的部分肯定无法切除 那就只能忍痛割爱切除刀根了 旁边的马克也是 每磨一次就泄气一次 希望他们能完成第一回合的挑战 越是祈祷就越出问题 卡特这边也出现了硬力破裂 再研磨下去很可能导致裂缝扩大 所以他决定到此为止 亚当掐着点火 完成脆火环节 伴随着裁判的倒计时 结束众人停手 马克的裂刀研磨得漂亮均匀 不过刀身有一点点弯曲和一条裂缝 鲁道的尼泊尔军刀 拗摸得很到位 有条细线不确定是否为裂缝 卡特的波斯弯刀 刀尖有点弯曲 刀身有数条裂纹 说明硬度不够 最后亚当的匕首和刀身 没有任何缺陷 但长度远超13英寸 达到了18英寸 这还是切断刀根后的尺寸 并且凹膜的也不正确 很遗憾 没达到比赛要求 第一回合 亚当被淘汰 还是那句话 既然有规则就要严格遵守 第二回合要求选手们完善武器 用节目组提供的材料 给自己的刀设计制作刀柄 还要弥补评位提出的问题点 时间三小时 比赛开始 马克挑选的刀柄材料是胶木 相当耐用且传统 通常用在军用刀具上 他不打算处理刀身的硬力破裂 因为硬力接近刀尖 并不影响武器的劈砍 希望评委也这么想吧 相比之下 罗道就是个眼前容不得沙子的主 他用了大量时间来进行打磨 磨得评委们都有一些着急了 好消息是 破裂仅存于表面 被他成功去除 坏消息是 留给他制作刀柄的时间不多了 再看卡特 刀身的问题他没管 第一时间着手制作刀柄 选择的材料是蓝色硬花木 他的刀根是隐藏式设计 得研磨合适才能插入刀柄洞里 大帅不禁有些担心 刀根承受不住刀身重量 并且他也没有处理身上的破裂 又是一个本末倒置的反面例子 马可现在正在刀根上钻孔 以便安装小螺丝固定刀柄 结果打孔时 钻头断了 卡在孔里 先是夹钱 又是钻头 好家伙 节目组这次能品都在这集出现了 马可只能改变策略 用黄铜插销固定 磨完刀身的卤道 找到一块漂亮的硬花梦 出于时间问题 他没有使用插角方式 但粘着方式在评委看来 是最大的错误结构 没有机械方式固定的刀身 与刀柄是不可取的 卡特为了让刀根穿过黄铜 又开始打磨刀根 对三位评委来说 这完全是场灾难 这么点直径能撑得住刀身吗 测试中简分小 倒计时结束 选手们停手 大帅用多冰实验来考验武器强度 六次劈砍看情况如何 罗道的尼布尔军刀先来 冰块被砍得支离破碎 刀锋没有变形 手感不错 测试通过 下一位马可的裂刀 六刀下去 结果也相当不错 硬力破裂 没有让刀身出现问题 卡特的波斯弯刀随后登场 虽然他对自己的刀很有信心 但大帅手中的刀 从刀根处断开 证明这种信心是盲目的 可惜这么漂亮的刀身与刀柄 第二回合的测试 进行到这儿 依然有了结果 卡特被淘汰 别为了赶时间去剥夺刀身 就像是房子为了空间 打包承冲墙 那不是作死吗 赛场上只剩卢道和马可 也就是说 本集的冠军将从二人之间诞生 第三回合的神秘武器 就此揭晓 史上最有门的武器之一 来自于西班牙的罗马短剑 短剑在拉丁文里 意味剑 也用来称呼 致死方舅的角斗士们 是罗马军团的主要武器之一 V型刀刃贫于戳刺 锋利刀锋 适合劈砍 决赛的任务就是锻造罗马短剑 五天时间回家制作 完成后 由评委组进行测试 决定冠军归属 回到自己的工坊 让马可心里踏实不少 他计划锻造大马士格钢 作为材料 用27层钢开始叠压 重复到680层为止 这会让钢材异常结实 鲁道也想让武器呈现出醒目花纹 大马士格钢 伍一是最好的选择 马可的刀身长21英寸半 研磨要花费不少时间 刀柄安装方式为钻孔插销 以保证形成一体的兼顾刀柄结构 鲁道的进度也不慢 已经来到了最容易出错的脆火环节 温度合适能使刀身坚韧不摧 温度把控不好 便是前功尽弃 鲁道的技术有些不到位 刀身出现了很严重的翘取 时间有限 希望它能想出补救办法 五天时间在高强度的工作中 转瞬即逝 鲁道与马可带着武器回到断工坊 鲁道的短剑纹路有108层 剑柄源头上刻有拉丁文《天有勇者》 非常漂亮的作品 马可的剑身采用675层大马士鸽钢制作 刀柄前后是白花木圆筒形与古老尼泰木 两位选手的罗马短剑接下来将接受测试 乐哥首先进行切削测试 抄其鲁道短剑砍香树枝藤蔓 与甘蔗组成的植物墙 剑身很锋利能斩断植物 但手柄太圆会导致不好抓握 总的来说不错 测试通过 马可的短剑看起来更为锋利 切削起来更加轻松 刀柄结构更好 很棒的武器 下面是杀戮测试 检测武器的致命性 乐哥照例拿弹道假人当目标 左右劈砍最后一戳刺手尾 鲁道短剑完全迫害锁骨 腹部与颈部直接戳穿到脊椎 这把剑的杀伤力极强 马可的武器不防灯上 同样通过测试 最后要测试武器强度 两把剑会放置在动力测试架上 测试架被设定模仿罗马兵团的情况 进行短面相接 选手的武器 斩向由1055高碳钢制成的武器 鲁道的短剑先上 三次斩击过后 刀锋只出现轻微呕痕 是把强刃的武器 下面到马可登场 罗马短剑完好无损 节目组武器出现刮痕 同样是把强刃的作品 两把刀表现得都不错 熟强熟弱的难题 照例交给评委组 鲁道短剑 剑身又明显弯曲 外观虽然漂亮 但剑柄不太实用 且刀锋在切削时出现凹痕 马可的刀柄同样不合理 虽然在切削刺势中握着很舒服 但刀根与刀柄在强度刺势中 一起弯曲变成S型 说明强度是不够的 评委们一番权衡做出最终角色 本集的千锤百炼冠军属于鲁道 还是那句话 强度不够的武器在战场上是无法生存的 希望马可能够吸取这点比赛的教训 至于鲁道 他可以拿着1万美金的支票去度假了 以上就是团刀大赛第一季第七集的内容 本集出现的罗马短剑 在历史上非常有名 又称西班牙短剑 古代罗马帝国从西班牙引进 军团战士的制式装备和大盾标枪一起 成为那个时代地中海霸权的主要象征 初期为青铜制 后为铁柱 主要用于单兵装备的剑 罗马军团正是靠着这把短剑 打出了5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和1500年之久的帝国 而罗马短剑对于人类历史的影响 并没有随着罗马帝国的消亡而结束 直到今天 罗马短剑依旧是很多冷兵器 收藏爱好者追逐的对象 下期节目的神秘武器 据说来自于古代爪哇族 猜到的粉丝可以留言 写下自己的想法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